今天案件的主角可不是什么善差 而是一个专门盯上老年女性的变色龙 这招货简直就是个人形老年杀手 专挑养老院下手 把那些可怜的老奶奶们担成了自己的替款机 案件要从一位81岁的慈祥老奶奶卢士哈里斯说起 这位老太太在沃尔玛超市里悠哉悠哉的购物 哪里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个坏蛋盯上了 这个男的跟着影子似的 一路尾随老太太穿过货架去 一直跟到收银台和出口 然后呢 这位影子先生就大摇大摆地钻回自己的车里 继续尾随老太太离开停车场 结果可想而知 两小时后 可怜的卢士哈里斯在家装被发现死亡 这消息一出简直让人心凉半截 警方一看情况不对劲 赶紧查开了多个养老院的安保摄像头 结果发现这个男的还真是个变色龙 谁而穿蓝色护士服 谁而穿医疗服务提供者T恤 甚至还假扮成水管工 浙江户的伪装技能简直满级啊 不过 他的目标倒是很明确 专门盯上老年女性 在德克萨斯州 达拉斯地区的多个养老社区里 数百名老年女性开始以令人不安的方式相继离世 情况与卢士哈里斯极为相似 警方一看这下可头大了 他们调查了700多戏无人照看了死亡案件 2016年说起 玛丽和堂哥幸福地结婚67年 直到堂哥在2015年去世 尽管她思念丈夫 但随着时间流逝 玛丽在社区里保持活跃 与亲密的家人中找到慰藉 生活过得还挺滋润的 2018年3月19日 本应是个普通的日子 但事情急转之下 上午9点26分 普莱洛市的一名911调度员 接到一个老年女性的电话 电话是从普雷斯顿广场养老院打来的 原来 玛丽的好友杰基 本来要来接她去参加每日的锻炼课 但却发现 玛丽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外面等候 门虚眼着 杰基推开门往里看 发现玛丽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 杰基慌忙跑到她身边 试图唤醒她 但她已经失去了吃血 杰基立即不打911寻求帮助 急救人员抵达公寓时 他们检查她的脉搏 希望还有机会挽救她的生命 一名警官通知了玛丽的儿子约翰巴特尔 约翰和其他家人都处于震惊状态 他们不知道玛丽能否幸存 更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警官已经90多岁了 玛丽仍然经常锻炼 社交生活活跃 思维敏捷且独立 没有任何令人担忧的病史 突然 令急救人员惊讶的是 玛丽恢复了意识 她踏之手朝现场的警官示意 然后指向自己的手指 戒指不见了 玛丽的儿子约翰告诉警官 她一直戴着那枚结婚戒指 睡觉时戴着 洗澡时也戴着 从不离手 如果那枚结婚戒指不见了 就一定出了问题 巴特尔家人都知道 玛丽的戒指不在手指上 是极为反常的 于是他们搜遍了整个公寓 试图找到任何关于戒指下落的线索 这下可好 不仅是戒指不见了 连带着其他手势也一起蒸发了 布莱恩警官开始意识到他曾听说过类似的事情 他回想起查普曼警官发布的公告 关于从死者那里偷窃的案件 多年来 数百名老年妇女相继去世 有些死因可疑 有些财务失踪 但直到现在他们的死亡从未受到质疑 就在那时 布莱恩警官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玛丽巴特尔被紧急送往医院 生命摧尾 她的生存机会尚未可知 而揭开真相的机会也随之悬而未掘 当调查人员焦急地等待玛丽的消息时 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他相似的案件 就在这时 他们偶然发现了海伦里的案件 六个月前 2017年夏天 距离玛丽金九英零远的地方 82岁的海伦里 已经在弗里斯克公园警官养老社区生活了五年 她享受着被朋友环绕的新生活 但最重要的是 她的孙女经常来看望她 海伦在退休前做了45年的裁缝 退休后 决定搬到这个知名的德克萨斯州养老院居住 90岁的玛丽莲·比克斯勒 是弗里斯克的另一位居民 也是海伦最好的朋友 两位女士喜欢一起吃午餐 晚餐 并找各种借口共度时光 他们甚至住在同一栋楼里 玛丽莲住在一楼 海伦住在三楼 楼梯间不上锁 而且根本没有视频监控摄像头 9月1日 海伦和玛丽莲正享受着退休生活 但几周后 两位女士都在各自的公寓里被发现死亡 海伦的孙玉回忆起 当奶奶没有去教堂时 自己决定去看看她 结果发现她躺在卧室里 拐杖在她身边 执法部门说她可能是心脏病发作去世时 孙女选择了相信 乍看之下 他们的死亡被认为并不可以 毕竟对当局来说 这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因为他们都已年进就训 因此 他们迅速将死亡判定为自然死亡 选择不进行事件 毕竟 谁会想要伤害老年人呢 但是有些事情让家人们感到不安 两位女士都被发现成完全笔直的姿势躺着 仿佛是被小心翼翼地摆放过 家人们还注意到他们手臂上有余伤 一副眼镜被完全扭曲了 但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 海伦的女儿问警察 是否有人伤害了她的母亲 警察告诉她 母亲是自然死亡的 只是恰好有人路过 从她的尸体上偷走了手势 随着新的抢劫案件不断堆积 当地警方被迫深入调查 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目视 多年来一系列老年妇女在类似情况下被发现死亡 全都丢失了贵重手势 包括结婚戒指 金箱链 甚至劳力士手表 被刀物品的总价值超过50万美元 而死亡时间与物品失踪时间的巧合未免太多 这指向了一些更加邪恶的事情 多年来 养老院管理层似乎对此无动于衷 但家属们坚持直查真相 他们去了当地警局询问手势失踪的情况 但当被追问时 官方只给出简短而冷漠的回应说 这些老太太有时会把东西藏在内衣抽屉里 态度非常浮野 居民们决定自己采取行动 开始张贴警告海报 提醒大家注意手势失窃问题 并鼓励大家锁好门 以确保安全 然而这些海报很快就被养老院管理层撤下 他们深深这些海报未经批准 可能会引起居民不必要的担忧和压力 最终 在多次投诉之后 2016年秋天 侦探们决定深入调查这种情况 并将社区关系主任艾德蒙带到警察局进行询问 他回答时的随意语气 引起了一些当地警察的警觉 现在变得更加怀疑的警官们 开始询问所有养老院的监控录像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 不仅整体摄像头数量有限 而且在普雷斯顿广场 三楼和四楼根本没有摄像头 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门和出口都没有监控 这似乎让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不被注意的进出 警方追查每一个可能的线索 甚至询问了现场的急救人员 没有物证 嫌疑人或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除了失踪的手势外 他们很快就陷入了死胡同 急救人员都被正式清白了 案件被急案 没有人被逮捕 但事情在2018年3月19日出现了转记 当时91岁的玛丽巴特尔被紧急送往医院 她的案件与过去两年的其他案件如出一辙 但这一次 她的存活可能意味着答案 这些答案可能最终让警方更接近真相 2018年3月19日 玛丽正在她的公寓里 用电脑给孩子们写邮件 单约上午8点半 她的公寓门突然响起敲门声 玛丽以为可能是朋友或工作人员 解锁前门准备迎接来人 但当索咔哒一声时 一个高大的男子推开了门 玛丽惊慌失措 试图把门关上 但那个男人强行闯入了她的公寓 就在这时 玛丽注意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 那个男人戴着绿色香蕉手套 这个男人高大魁梧 远远超过脆弱的91岁玛丽 她试图反抗并推开她 但显然力不从心 入侵者在几秒钟内就压制了她 在最后一刻绝望中 她试图去够脖子上的生命紧刀器 但她的手臂被压住 玛丽失去了吃血 直到后来 门又直哀一声打开了 这次真的是玛丽的一个朋友 来接她去晨练 眼前的场景让她惊恐万分 玛丽出事了 朋友立马拨打911 在担架上 玛丽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用温弱的呼吸紧急向警察提供了 对袭击她的男子的完整描述 侦探们现在可以开始彻底调查 根据玛丽的精确描述 询问所有可能的目击者 包括养老院的所有员工 他们发现了多份报告 描述了一个可疑人物在场地内潜伏 其特征与玛丽提供的描述完全吻合 嫌疑人多次被看到访问四楼 并声称她是来检查管道泄露的 身高1米8 体重160斤 穿着整洁的西装 携带公文包 在玛丽遭席的同一天 同一时间左右 有人向警方报告 在他们养老院的停车场 看到一个陌生人在自己的车旁 徘徊数小时 报警者记下了车牌号 当警方查询这辆车时 发现她登记在一个名叫比利切米尔米尔的人名下 比利是一个46岁的男子 她完全符合玛丽的描述 她似乎也在医疗领域工作 在查看安保录像后 乍看之下 她似乎是一名护士 水管工 维修工 以及其他各种角色 这将或注视个千面人 现在侦探们开始更好地理解她的策略 这个男人利用她以前工作的各种制服 和无人看管的门进入涉事 警方决定更仔细地调查她 发现了更多可疑行为 在她的犯罪记录中 他们看到了酒驾指控 最令人警惕的是 切米尔米尔曾在2016年 以冒充维修工闯入养老院而被逮捕 这家伙就是个惯犯 如果这个嫌疑人是杀手 他是一个能接触到药品和钥匙的人 可能已经有超过700名受害者 而且目前仍然逍遥返外 警方所知道的是 他会改变外貌 工作 车辆和身份 轻松穿梭于四个不同的养老院 却从未被当局转后 面对这个看似不存在的人 警方肩负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有资源都集中在 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个人 2018年3月20日 玛丽遇袭的第二天 前一天 那辆可疑车辆驶入了附近的沃尔玛超市 距离玛丽的公寓仅6英里 沃尔玛到处都有摄像头 遍布整个商店 能够长时间观察他的行为 下午2点半 担保摄像头拍到比利在商店里走动 如果仔细观察 你会注意到他在跟踪那位穿红衣服的老年妇女 这个男人完全模仿他的动作 在过道间跟踪了他20多分钟 当这位女士若无其事地完成购物 回到车里准备回家时 他并没有注意到那辆可疑的车辆和沃尔玛里的那个男人 仍在跟踪他离开停车场 想到你可能只是在沃尔玛悠闲的购物 却被人跟踪回家 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下午5点50分 就在同一天的几小时后 警方终于发现了比利的车辆 根据他们对比利的描述 司机完全符合特征 警方伟随着辆车进入一个公寓小区 嫌疑人在一个垃圾箱前停下 下车后将一些不明物品扔进了垃圾箱 一些警官继续跟踪他 其他人则去调查垃圾箱 他们取回了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发现了一个漂亮的鲜红色首饰盒 他似乎被撬开了 一些贵重物品被留下 但最重要的是 他们在盒子里发现了一个旧名牌和一份文件 上面写着卢士汉里斯 警方迅速搜索这个名字 发现一位81岁的女士住在不到两里远的地方 现在是与时间赛跑 警方很快决定去那个住址机械安全检查 一个邻居问警察 一切都还好吗 警察回答说 我们只是需要检查一下住在这里的女士的情况 因为这在警方的管辖范围内 最终他们强行进入了住宅 当警察冲进屋内时 他们已经为时已晚 他们发现了一位老年妇女的遗体 与卢士哈里斯的描述相符 卢士哈里斯的孙女卡伦知道一定出了大事 因为有一天 他的父亲突然来学校接他 父亲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家人深感不解 为什么连环杀手会选中他 起初 卢士哈里斯的公寓没有显示被闯漏的迹象 也没有任何可疑的细节 但由于之前在拉茲箱中发现了他的手势盒 对疑似连换杀手的搜捕 达到了新的紧迫程度 警方仍在登踪比利的踪迹 最终在达拉斯的一个公寓小区外逮捕了他 所有证据都指向比利切米尔米尔 就是杀害卢士哈里斯的凶手 比利切米尔米尔面临一项资本谋杀罪指控 他被带到警察局 立即被安置在审讯室内 面对自己的行为和证据 比利假装无辜和困惑 试图装出一副这事跟我没关系的样子 然而冷静地侦探们并不卖账 他们向他出示了无可辩驳的罪证 在比利的公寓里 警方发现了几部手机、手套 一份打印出来的假身份护照 在他的车里和公寓里 警方还发现了多件属于之前受害者的手势 以及与多起可以死亡案件有关的证据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 警方带着比利的照片 前往当地的当铺和珠宝商 希望他们能认出这个主要嫌疑人 并收集更多证据 结果立刻有老板认出了比利 说他在安保录像中频繁出现 简直就像是店里的常客 他通过各种手段 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合法获得珠宝的买家和卖家 通过多家当铺、钻石店 甚至是像eBay这样的平台出售珠宝 赚了超过10万美元 2022年4月在卢士哈里斯案的第一次审判中 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 导致误舍 然而郑玉之间并未因此停下 第二次将比利签米尔米尔绳之以法的尝试 终于开始 尽管比利被指控涉及至少18起其他谋杀案 但这次审判仅聚焦于卢士哈里斯的谋杀案 检察官认为 在卢士哈里斯谋杀案中 对比利的指控证据最为有利 比利的律师为他提出无罪大便 然而检方开始陈述案情 重点关注比利被捕前一天 他被指控袭击91岁的玛丽巴特尔的事件 玛丽巴特尔的证词被播放给法庭 他准确地描述了比利的行为 这个证词简直就是给比利判了死刑 2022年4月28日 陪审团仅用了45分钟的选一边认定 比利签米尔米尔犯有谋杀罪 卢士哈里斯的家人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们的母亲已经离世 但正已得到了伸张 比利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家人们感到无比欣慰 正义终于到来 他们希望通过所经历的一切 这些社区能够醒悟 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022年10月7日 比利签米尔米尔第二次被盯罪 被判处无计徒刑 没有假释可能 遗憾的是 玛丽在随后不久安乡离世 距离生日只有几天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案件 不得不说 这个比利签米尔米尔 真的是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家伙 你说他要是用这些聪明材质去干点证事 搞不好还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呢 可惜 他偏偏选择了邪道 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 对于这个案件 你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